我们继续来探讨基督所做的事 在这次聚会 我们要快转到很后面的部分去 我们要从耶稣刚开始公开传到 在旷野兽试探的记载那边 一路快转到他在地上事工快要结束之际 所发生的登山变象 这可能会让你纳闷说 从他在旷野兽试探到登山变象之间 所发生的事是不是都没有意义呢 当然不是 我想先探讨登山变象的理由之一 是比较个人而且主观的 我常说如果我可以穿越时空 回到耶稣那个时代的话 我最想亲眼观看的就是耶稣的复活 不过在耶稣所做的那么多事情当中 我第二件想亲眼观看的就是基督在变象中的荣光 因为这个事件不止让我们知道更多有关耶稣的事 同时也向我们表达说 耶稣的事工有着极大的重要性 耶稣在世上服侍的时候 大多数时间都是在传道 教导人们有关天国将到的事 以及医治病人 有几次呢 甚至还使死人复活 不过呢 耶稣成为肉身来到世上的主要职责之一 就是要彰显上帝本身的荣耀 经文上说 在这三人面前发生了一件事 这三个人就是彼得 雅各级约翰 他们三人常被称为是耶稣的内圈门徒 我把这件事在马太福音里的记载读给你们听 马太福音第十七章写说 过了六天 耶稣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弟弟约翰 领他们悄悄地上了高山 他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 他的脸明亮如太阳 衣裳洁白如光 忽然有摩西和伊利亚 向他们显现与耶稣说话 彼得对耶稣说 主啊 我们在这里真好 你若愿意 我就在这里搭三座棚 一座为你 一座为摩西 一座为伊利亚 说话之间 忽然有一朵明亮的云彩遮盖他们 又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爱的 你们要听从他 门徒听见就俯伏在地 极其害怕 耶稣进前来 拍拍他们 他们举目不见一人 只见耶稣独自一人 这个系列刚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谈到了 道成肉身 那时我提到说 耶稣在世上的一生 是从羞辱开始的 后来才得荣耀 在大多数情况中 他的神性 也就是与圣父 圣灵同等的神性 都隐藏 收敛 潜藏在 他的人性 之下 但耶稣 在即将结束 他的公开事工之际 这事工 主要是在加利利进行的 现在他要开始往耶路撒冷移动 他知道在那里 等着他的 是苦难与死亡 这些事情 他才刚在凯撒利亚菲利比 对门徒讲过 那时 他们还没有 踏上前往耶路撒冷的路 耶稣带着彼得 雅各和约翰上了高山 经文说 他们在山上的时候呢 耶稣 在他们面前 改变了 形象 这是什么意思呢 登山变象的变 这个字 是从希腊文单字 Metamorpho 翻译来的 有个英文单字 是从它衍生而来的 也就是生物学上的变态 生物学所说的变态 就是 一条虫 结了蛹 在蛹里边呢 经历了彻底的 转变 一段时间之后 美丽的蝴蝶 便破咏 而出 所以 这个变相 或者说变态 基本上呢 就是指 外在 形象的 转变 登山变相 就是耶稣的 形象 改变了 这三个门徒 看到了 全都 感到十分的 震惊 来看看 马太是怎么描述的 他在他们面前 变了形象 他的脸 明亮如太阳 衣裳 洁白如光 洁白如光 马太首先 提到了 他的脸 他的面容 他的脸 发出光来 荣耀的光辉 四射开来 这些门徒 亲眼看见 耶稣的脸 发出光来 亮度很强 跟太阳一样啊 不晓得 你们读到 这句话的时候 脑海浮现了 什么样的画面 我自己是想到 旧熟历史上的 几个事件 首先就是旧约里 摩西求见 上帝的面 他想要亲眼 看见 上帝的容面 摩西亲眼看过 许多神迹奇事 像是焚而不悔的荆棘 他也在 红海那边 亲眼看过 上帝施行神迹 拯救他们 脱离埃及军队的追杀 他亲眼 看过上帝 在这些神迹中 展现的荣耀 他上山之后 想要看更大的场面 他说 主啊 求你让我得以 看见你的脸面 记得吗 上帝说 波摩西 你知道你不能看的 这样子好了 我的荣耀 经过的时候 我必将你 放在磐石穴中 用我的手 遮掩你 等我过去 然后 我要将我的手 收回 你就得见我的背 你就能稍微看到 我的背 你不能 看见 我的面 因为人见我的面 不能 存活 上帝就这么做了 他把摩西 放在 磐石穴中 等他经过 所以摩西 只看到 上帝的背 只看到 他的 荣光反射 光是这样 就让摩西 整个脸 都在 发光了 他下山的时候 还必须 用不遮住 因为大家看了 都会害怕呀 根据 这个事件的记载 我们得知 上帝的荣光 照在 摩西脸上 让他的脸 发出 强光 这还只是 反射而已 是上帝 荣光的 反射 这荣光 不是直接 从摩西脸上 发出来 而是从上帝 背后发出的 照在摩西脸上 但是在 登山变相的 事件中 耶稣的脸 所发出的光 并不是 他的神性 别忘了 希伯来书的作者 谈到 宣告 宣告耶稣 降生的时候 主的荣光 四面照在 伯利 横角外 那些看到 荣光 照耀的人 都感到 非常的害怕 非常害怕 希伯来书说 这样的荣光 与上帝 第二位格 密切相关 基督 就是上帝 荣耀 所发的光辉 上帝的荣光 也深深的 磕在使徒们心上 难以忘怀 约翰在 约翰福音的开头 提到说 太初有道 道与上帝同在 道就是上帝 然后他提到 基督成为肉身 道成了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我们也见过 他的荣光 啊 彼得在书信中 也有提到 他那次在山上 看到耶稣的荣光 还有保罗 在前往大马士革的途中 所遭遇的事 当时保罗正在 前往大马士革的路上 等不及 要去逼迫基督 和他的教会了 突然间 天上发出强光 比正我的太阳还亮 保罗的眼睛就瞎了 他就扑倒在地 听见有声音 对他说 扫罗扫罗 你为什么逼迫我呀 他在前往 大马士革的路上 遇到耶稣了 立刻就被 强光弄瞎了 眼睛 这道光强到 足以令他 暂时失明 看到有人 信主的时候 我们都会习惯说 这个人 看见了光 不是说这个人 真的看到一道光 而是说他领悟了光 我们并没有 真的 直接 用眼睛 看到 上帝的荣光 我们 有个盼望 就是将来 上天堂的时候 能看到最美的画面 也就是上帝 真实的模样 启示录有提到 新耶路撒冷 从天降临 约翰把他 在巴摩岛上 看见的意象 写了下来 就在启示录 第21章22节 他说 我未见城内有电 因主上帝全能者 和羔羊 围成的电 接着他提到 新耶路撒冷 说那城内 不用日月光照 你能想象 在那座新的城里面 没有太阳吗 没有月亮 也没有灯 一盏灯也不需要 没仔细看的话 可能会以为 约翰讲的这个地方 是完全漆黑的 一点灯光也没有 但是他接着解释说 新耶路撒冷 为什么没有太阳 为什么没有月亮 为什么没有灯 原因就是 根本不需要 因为上帝的荣光 照亮了这座城 羔羊 就是里面的灯 当上帝的荣光 完完全全地 展露出来 毫无隐藏的时候 谁还需要灯泡呢 谁还需要太阳呢 整个地方都被照亮了 非常明亮 因为已经有 上帝和羔羊的荣光了 这就是彼得 雅各以及约翰 在变相山上 经历到的事情啊 耶稣在这里 向他们显现了 他和上帝的荣耀 登山变相 这段经文的第二个部分 讲到了耶稣的衣服 他的衣服 洁白如光 马可补充说 地上漂布的 没有一个能漂的那样白 没有任何清洁剂 能把衣服洗得那么白 就算是太自洗衣粉 也没法把衣服 洗得那么白 耶稣的衣服 变得极其洁白 没有任何一点灰板 没有任何污渍 就连最微小的脏污 也不存在 他的衣服 发出亮光 极其洁白 与他身上所发出来的光 是一致的呀 这光比太阳还要明亮 每次我讲到 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 都会随机找台下 任何一个小孩 问他们一个简单的问题 我会问说 柠檬是什么颜色 橘子是什么颜色 很简单 我说柠檬是什么颜色 小朋友听得懂 他们回答说 柠檬是黄色 我说很好 那么把灯关掉之后 柠檬会变成什么颜色 柠檬没有灯光的时候 是什么颜色 于是他们就面临了 儿童版的哲学探究 要区分柠檬的原始性质和刺激性质 他们认为 就算把灯关了 柠檬依然是黄色的呀 但我们知道 颜色并不是原始性质 而是刺激性质 颜色并不是物体本身 所具备的性质 我们生活中所见的各种颜色 都是光照的结果 我们肉眼看见的颜色 就是没有被物体本身吸收的光 这些光被反射出来 形成我们所见的色彩 所有东西本身都是没有颜色的 如果一个物体吸收了所有的光 你就会看到它呈现黑色 如果一个物体反射了所有的光 你就会看到它呈现完全的白色 这就是光和颜色的关系 光从基督里面发散出来 于是它身上的衣服就开始发光 而且是极其洁白 毫无暗般的亮光 我最喜欢的小说 是梅雅维尔写的 白经济 这本小说有个章节 是所有英文书中 我最喜欢的章节叫做 《白经之白》 梅雅维尔在这个章节中提到说 人们给白色赋予了许多不同的代表 像是幽灵 像是大白沙 象征着恐惧 白色也可以代表春节 梅尔维尔呢 他用了这只白经来代表上帝 这个白色代表了他的荣耀 他的能力和他的伟大 但同时呢 也是用来隐藏他身份的一道帷幕 如果你有机会读这个章节的话 一定要读 那个章节是刻意带有神学思辨的 梅尔维尔是刻意这样安排的 但是登山变相并非只是单纯的视觉经历 远不止如此 门徒当时还看到听到些什么呢 当时的强光让他们看不清楚 忽然有摩西伊利亚向他们显现 同耶稣说话 他们看到摩西 又看到伊利亚 看到这两个人 在跟耶稣说话 这两个人代表了律法和先知 他们前来跟这位弥赛亚谈话 谈到他的使命 谈到那摆在他面前的任务 为了要满足律法的要求 为了要应验先知的预言 这位荣耀的弥赛亚必须受苦和受死 这远超过彼得所能理解的 他说 主啊 我们在这里真好啊 我真想永远待在这里 这场鼠林的遭遇简直太美好了 我来搭三座棚吧 一座为你 一座为摩西 一座为以利亚 我们就一直住在这座变相山上吧 彼得正在忽咽乱语的时候 忽然有一朵明亮的云彩遮盖它们 这朵云降了下来 围绕它们 且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你们要听它 要听它的话 门徒听到这个声音 就俯伏在地 非常害怕 非常害怕 因为所见的景象 也因为听到上帝说话的声音 上帝命令他们 要听耶稣的话 所以他们都怕得趴在地上 不敢起来 于是耶稣走过来 拍拍他们 他们趴在地上 怕得不敢起来 耶稣走过来 拍拍他们 他说 没事了 快站起来 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 当他们抬起头来的时候 母系已经不见了 伊利亚也不见了 变相 已经结束了 他们看到了 耶稣 已经变回 平常的模样了 各位想不想看这个场面 我等不及 要看了 我们都会看到 因为天堂本身 就是一个永久的 变相山 在那里 上帝将完全 彰显祂的荣耀 没有任何隐藏 上帝很羔羊的 耀眼荣光 将时时刻刻 照耀在我们眼前 给我也认为 让他们在那里 上帝 没有任何 没有任何 都会发现 入门的 下巴 通过 船